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爱斯 和驻美代表沈旅巡 7号出席国会山庄研讨会 讨论美台关系的未来 罗爱斯再度喊话 期盼台湾早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这些国家美国联邦政府 一起參與研討會的省女巡說 台灣參與TPP第一關 要先完成台美雙邊投資協議BIA 使雙邊商業交流正常化 創造美方進入台灣和大中華市場的優勢 至於兩岸經貿 台灣該做的就是把威脅極小化 把機會最大化 就是馬總統講的 我們的maximize 我們盡量擴大我們的機會 大陸是我們最大的機會之地 我們也知道它是最大的潛在的威脅的來源 但我們try to minimize 那我們怎麼去manage 怎麼樣去運作 怎麼樣去操盤 這是很高度的技巧 全球化時代追求經貿利益成為趨勢 羅艾斯再度力挺台灣加入TPP 不僅認為符合台灣長期經貿利益 美國業者與消費者也會因此受惠